10月16日,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,香港各界收看会议现场直播。 大会报告中的涉港内容、青年成长、对外传播等多项议题在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引发热议。 有立法会议员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20大报告中多次提及香港,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。 此外,报告中提及的青年问题也展现了国家对青年发展的深切关怀,希望香港青年通过自身努力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我们作为特区立法会的议员,尤其是我是教育界背景的议员的话,要建立与一国两制相匹配的特区教育方面,要重中之重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。 一方面,怎么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发展经济,改善我的名声。 另一方面,通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里面,从大的角度去,破解我们香港很多市民想解决的经济方面,社会方面的问题。 例如说,就学、就业、房屋的问题,怎么去帮助我们年轻人在大湾区里面,找到他们的事业发展的空间,是我们未来里面重视的工作。 所以,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,是未来我们要努力去做的方向。 习主席在中共二十大都很强调,再次强调,其实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。 亦都特别在根据中央的最新发展方向,是一定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。 那我很期待我们香港政府都应该要将年轻人一定要的发展放在首位。 我期待我们和年轻人一定会共同创造更美好的香港。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向中心社记者表示,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将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,这令香港社会信心大增。 习主席在我们一国两制那方面确认之前的一个论说,就是对我们香港整体方针基本上不变,而且要长期坚持。 我觉得这方面对香港本地来讲的信息是大增。 而且里面也提到其实国家对外的国际关系方面到底要怎么样去做,比如说我们制度的一些自信。 然后我觉得这方面是挺重要的。 我觉得这些点子其实有很多内容还要深化再去学习,然后再看怎么样去落实好。 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作用,就是到底我们自己未来到底要怎么样做好自己。 在二十大的报告里边,其中和香港有关的重点提出了,再次强调了,就是像我们一国两制这个好的制度是必须长期坚持。 这个再次巩固和鼓舞了全香港市民和国际的信心。 同时也令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再出发,再腾飞有更好的根基保障。 同时要讲好中国故事,在国际上有我们中国的声音。 这方面香港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透过香港这个平台,我们可以走出去,然后讲好我们中国香港的故事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